满满高丽菜 鲜绿清脆 不过一颗却要破百元 台风接连来袭 输果价位居高不下 地瓜业一斤更要55元 让菜兰竹直呼根本吃不消 去年的冬天大概30那时候就很贵了 贵啊 很贵啊 大概比较贵啊 最近菜价涨不停 不过财政部宣告好消息 明年基本生活费将调高8000块 也就是说部分族群将油肝减税 以美人基本生活费用来看 明年将会调高8000元来到21万元 免税额则从9.2万元调整到9.7万 标准扣除额也提高到13.1万 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则从20.7万 提高到21.8万 以五口之家计算 基本生活费约为105万元 扣除免税额来到是8.5万 加上特别扣除额等于95.2万元 等于可以从综合所得总额中扣除掉9.8万元 预估将有208万户受贿 出股小家庭至少可省下3000元的税金 没有改 如果是三四千块的差别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菜价吧 那这样当然很好啊 这样你就会扫缴税嘛 社会新鲜人啊 那可能因为他的免税额跟扣除额 扣除之后就会感受到那个他税可以扫缴 他是高所得的话 那个8000块嘛 8432就会有3200 然后如果是30%的所得的人的话 就会有那个2400 另外减税率多还有 移赠税的急剧也将会提高12.42% 明年元旦起就可立即适用 面对物价飙涨 财政部年终大放送 或许对不少纳税人来说 也是难能可贵的小确幸 欢迎新闻张祥宇自听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